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來介紹一隻WAR3的TD遊戲 非常適合你跟朋友一起玩 先進入遊戲再跟大家講一下 這裡就是選一開始的蛋 我隨便選一個 方便跟大家聊 這個遊戲怎樣玩呢? 其實玩法很簡單 就是你首先要選一個地方 選一個地方作為你的基地 譬如我把蛋放在這個位置 之後就會有些怪進來攻擊你的蛋 這個時候你就要建一些障礙物 不要讓怪進來攻擊你的蛋 大家還記得一開始選蛋的選項嗎? 這個就是選蛋的能力 這個就是火蛋 每個蛋都有不同的 每個蛋都有不同的能力 這個蛋可以增加你10%攻擊力 在1000範圍內 OK 暫時你看到它會在這裡出來 但它不是每次都會在這個位置 你起了塔之後你就會攻擊它 OK 有些人可能就會說 那我封死一條路 那怪物就進不來 沒錯 這個想法是對的 但是那些怪物如果看到 是進不去你的蛋的位置 它會攻擊你的牆 也就是這樣的塔 如果你能阻擋它去路的話 沒錯 這個優光其實是檢查你的基地的路徑 你看到它一直走 你看到這裡有一條路 是一些怪物 意味著 你這次這波的怪物 就會在這個左上角的動物上生成 沒錯 你看到它已經慢慢走過去 很慢的 那多少波為之緣呢 這個遊戲就是35波為之緣 當你打到最後35波 你就會通關了 但其實難度也挺高的 所以很適合跟朋友一起玩 去挑戰這個TD 也挺適合的 其實有很多小技巧可以用 比如在這裡 其實我們可以用樹去擋住它 變成這顆優光 一定要走這條路 你看到 如果你說再極端一點 或者再高級 高水準一點 就在這個位置直接起多一棵樹 對了 那它就迫著一定要走這條路 然後再下這條水路 大家看到 它這次由右手邊來 所以我這隻應該是打到它 沒錯 這隻就完美地打到它 不用它上來這一下我們才打到它 這個設計非常好 現在來到第十關 試一試給大家看看 如果入怪會是怎樣 你看到我現在已經手不太好住了 因為我太多沒有玩 所以我都不太記得怎樣玩 當那些怪物走到這個蛋的時候 它應該是會扣一滴血的 每隻怪物 哦不是 是根據它的攻擊數量 不是計算那個血量 是計算那個攻擊的 你看到它繼續打一招牌 那就輸了 基本上這個遊戲就這樣就完了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 DOWN下來試一下 這個遊戲也挺有趣的 好 今次介紹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